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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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少林寺众人面面相觑 认为这般雄魂内力 举四上下无人能及 天明更是表示合族道的这等神功是他生平未见 要知道天明与杨过交后如果排除客观化的话 只能解释杨过没在天明面前显露过这么强的武功了 剑法 昆仑派以剑法剑长 早在天龙时代 揪魔智就提到过昆仑派的混沌剑阵与天龙寺的六脉剑阵不分伯仲 合族道的三圣之一便是剑圣了 说起来有些人因为卓不凡外好是剑神 就尬吹他的实力与剑魔独孤求败相当 那么合族道还是剑圣 又该怎么吹呢 合族道道 昆仑三圣只有一人 从来就没三个 我在西域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 当地的朋友说我秦剑棘三绝 可以说得上是秦圣 剑圣 齐圣 因我常年居于昆仑山中 是已给了我一个外号 叫做昆仑三圣 但我想这个圣字岂是轻易称德的 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 也不能自居不宜 因此上我改了自己的名字 叫做足道 连起来说便是昆仑三圣和足道 人家听了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 合族道曾以半截断剑对付方天牢 攀天庚 仅仅三招方天牢就暗暗心惊 认为如果合族道拿的弱势长剑 三招之内自己就已经写剑当场 但纵然是断剑方天牢也不是对手 仅仅是七招之后 方天牢就不得不弃剑就地滚开 才避开合族道的招数 已经是输了 而三天之手的攀天庚 却也不过是跟一边抚琴 一边用断剑的合族道打成平手 当然后来合族道要取胜 却也做不到抚琴了 以内力阵断攀天庚长剑后 琴弦断裂 合族道的招牌剑法是迅雷剑 出招之快为任何剑法所不及 而剑招更是神妙无方 掌法 合族道的掌力极强 似乎也还有很高深的技巧 在跟卫天旺队长后 不仅仅是合族道的尽力打过去 卫天旺本身的掌力也被反击回去 最后是三天联手才挡住了这一掌之力 潘天庚和方天牢齐声叫道 出手 两人同时跃起 分别抓住卫天旺的手臂向上集体 这才消去了合族道刚猛的掌力 卫天旺虽未受伤 但五脏翻动 全身骨骼如玉碎裂 一口气缓不过来 等十尾顿不堪 备战张军宝使用天山雪飘 四面八方都将其裹住了 原文写 这是上乘掌法 奇幻百端 变幻莫测 轻功 合族道的轻功相当的得 能够在戒备森严的少林寺罗汉堂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纸条放到三丈多高的罗汉手指上 无瑟认为 少林内不可能有人有如此了得的轻功 这个轻功在新修版前有概率强于神雕中期的蒙古三杰 公孙旨 金轮 绝勤谷阳过 因为新修版前这些人看见老顽童对三丈来高一跃而上 都是自愧不如 但新修版改成了这些对老顽童轻跃而上感到自愧不如 一跃改成了轻跃 就是说新修版这些人也能一跳三丈 但已经接近极限 做不到老顽童那样游刃有余 合族道在新修版轻功虽然不能说压过这些人 但轻功不在这些人之下问题应该也不大 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事 说道说不定四中有怀跟他们勾结了 偷偷放上这样一张字条也没什么稀奇 无色道这是我们也想过的 可是绝计不会 降龙罗汉的手只离地有三丈多高 平时扫除佛身上的灰尘必须搭起高架 有人能跃到这般高处 轻功之家实所含有 四中纵有叛徒 料来也不会有这等好功夫 一心二用 此外 合族道也能一心二用 右手弹琴 左手使剑 虽然没有达到周伯通 郭靖 小龙女三人那种程度 但俨然也是小护伯的阵势 这当而合族道终于显出了生平绝技 他右手弹琴 左手使剑 不能按弦 便对着第五根琴弦聚气吹落 琴弦低线下去 竟与用手按捺无意 右手弹奏 琴声高下低昂 无步婉转如意 潘天耕急功数招 合族道顺手应驾 双眼凝视琴弦 唯恐一口气吹得不为不合 乱了琴韵 潘天耕欲怒 剑招越攻越急 但不论常见自向何方 总给他轻描淡写地挡开 郭湘这才明白 原来他是傲丧自己武功未纯 笑道你想左手灵力功敌 右手舒缓抚琴 这是分析二用之法 当今之事只三人能够 你没练到这个地步 那也用不着难过呀 何俗道问道 是哪三位 郭湘道 第一位老顽童周伯通 第二位便是我爹爹 第三位是杨夫人小龙女 除他三人之外 就算我外公挑花岛主 我妈妈 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之人 也不能够 何俗道道 世间居然有此其人 几时你给我引剑引剑 半礼拜三天 何俗道击拜三天 袁文明却说过 只用了半礼 换言之 他的半礼打出了掌力 让三天联手才能化解 半礼的剑法七招击拜方天牢 半礼击拜三天中最强的探天羹 把支十亭中一战 何俗道指出半礼 以令三人杀鱼而顿 三人原以为昆仑三圣既不圣名 年岁必已不清 但回四图中一家琢磨 便急猜到世财相斗的那青年人 就是自己苦等的昆仑三圣 其实 如果何俗道截至此时就退场 那么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位绝顶高手 但偏偏他铺垫这么久 是用来给少年张军宝当垫脚石的 这就导致他的定位从绝顶直接砍到了一流 黑点 何俗道毫无疑问就是黑在了张军宝身上 首先论内力 何俗道小于等于十五六岁的张军宝 认为跟张军宝拼内力没有取胜把握 要知道小军宝内力虽然已经颇强 但内力运用所学十分有限 一百的内力具体真发挥出来 说不定也就只有一个七十八十的 但纵然如此 何俗道也无取胜把握 所以这里的评价是 何俗道的内力小于等于张军宝 张军宝第三次赛事偏花七星 这番拳掌相交 竟无声无息 两人微一凝驰 各催动内力相抗 说到武功家术 何俗道比之张军宝 何止胜过百倍 但一经比拼内力 张军宝曾自九阳真经学的心法 内力绵绵蜜蜜蜜 浑厚充益 顷刻之间 何俗道便知并无胜他把握 当即纵身跃起 让张军宝的权力进阶落空 板掌在他背上轻轻一推 张军宝扑爹在地 一时站不起身 同时 前面的比拼招数环节中 张军宝以最平淡无奇的一招 罗汉拳双卷手 化解了何俗道最为繁杂奥妙的招数 双方所用招数等级差距甚大 但低级招数化解了高级的 无非两种情况 一是前者内力更高 以力破强 二是前者武学修为更高 通过把握时机 把低级招数用得更强 第二种情况 对于少年张军宝显然不存在 原文写明武功加数何足道 高出他何止百倍 那就只有第一种情况了 而关于张军宝的内力 三年前他的内力 是明显不及尹克希的 尹克希对张军宝虽然一度也有狼狈 但那纯属因为鸡蛋杨过等人在旁 不敢下杀手 而对张军宝这个深浅难测的小孩 出力到底出多少 又总是计算的不大对劲 但是注意到 在张军宝学会运内力防御后 他无成力 也能打得张军宝尖头骨骼隔隔发响 全力可以直接把当时的张军宝 笼罩在掌力下 气也透不过来 犹如坠入冰窟 亦掌肺了 张军宝第三招尚未使出 月光下见敌人虚然几张 一股沉重如山的掌力 直压到顶门 叫声不好 但要后月逃避 全身已在他掌力笼罩之下 这时他让尹克希的掌力压得气 也透不过来 脑海中空空洞洞 全身游四堕入了冰角 姑且算 当时军宝内力是尹克希的五六成吧 当然 这里是三年前的军宝 但军宝六七岁就开始练九阳 神雕末失恋了六年 到以天开场是九年 哪怕试算三年后 军宝内力等于尹克希 何足道内力变成跟三球一个水平 也没啥光彩的 而招数方面 何足道也是被张军宝黑了 因为原文明确说 张军宝完全对着铁罗汉学招 过于呆至死板 并非第一流上乘武学 张军宝时间中肇事学招 因招数有限 每一招都练得白眼精准 由四至母而成 虽少了灵动活泼之气 但法度确实 实非人力之所能 本来这样的拳法不免失诸呆至 非第一流的上乘功夫 而这个非第一流的上乘武学 却多次化解何足道的巧妙招数 甚至一度让何足道认为无懈可击 这等于也把何足道的招数秀为黑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 敢置身挑战少林寺的 金庸小说就那么几个人 分别揪摩智张三丰 还有龙沃二岛主勉强也算 无意不是绝顶高手 何足道虽然没有这几位那么高的逼格 但无疑也是一流高手 何足道对绝远的表现 以及尹克希 肖香子对少林的忌惮 说明 毕竟三球级别还是比不了何足道 只不过何足道可能内力较为偏科 比之三球有所不及 但招数可能远胜 总的来说 何足道在神雕里 找一个定位类似的人物 有可能是公孙芷 总体武功明显胜过三球 但内力并不强于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